周立波,律师已经找到了这个人,就是某某。 周立波从被捕到现在已经有一年之余。 一年多的时间,11次的庭审,最终得出的结果,周立波因开车的时候使用手机,被罚款150美元,而涉毒和持枪的职空则被撤销,周立波被判无罪。 对于这个结果,网上议论基本是两边倒的状态。 有人认为是周立波,以及周立波老婆,动用大手段打通关系,最终取得胜诉,也有人认为周立波就是被人诬陷,这是一场污妄之灾。 我们暂且不说谁对谁错,因为周立波本人已经发表了声明,针对此事有了详细的解释。 周立波的声明中,强调了几个重点,手枪是被某某放进自己包里的,这位某某本身就是个坏人,他想诬陷周立波,而且是没有理由的诬陷。 律师已经找到了这个人,确定就是某某。 这个某某是一个只和他见过八次面的朋友,并且他很明显是想故意接近周立波,刻意和周立波套近虎。 两人是在高二夫球场认识的,某某很快就邀请周立波去他家中做客,周立波没有好意思回绝,就答应他。 但是第一次去他家中做客就把周立波惊了一下,对方送了周立波价值三万多美金的东西,这使得周立波感觉很尴尬,也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。 后来他又说要送周立波一把枪,但是周立波拒绝了。 于是就有了后来发生的事情,某某把枪塞在周立波的包里,让警察误以为这把枪是周立波的。 这个人是想陷害周立波吗?他有什么理由呢?我们不清楚,但是据周立波所说,这个人本来就是属于那种顽固子弟,不误正业,平时不是一次两次的做过类似的事情,诬陷他根本没有理由。 即使是周立波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哪里得罪了别人。 虽然周立波表示律师已经找到了这个人,确定就是这位某某,可他也始终不愿意透露某某的更多信息,或许这里边还有许多牵扯吧。 。 。